這個是C項量 那我們把項量是A的 是B的 是C的 還有是正A 負A 正B 負B 負C負C的 我們就把它寫出來 好 一起看喔 第一個我們現在知道 A項量跟它一樣的有AB的項量 對吧 好 那些跟AB項量一樣 主1 一樣嗎 AB 一樣的話是大小要一樣 方向也要怎樣 一樣 所以AB是這個方向 所以FO算不算 算 因為它是正六邊形 所以斜的部分一條 兩條 三條 這三條是長度一樣 方向呢 所以第一個FO 還有誰 OC OC跟C會不一樣喔 那是誰 B珠 起點跟終點的方向一定要一起 所以A項量 好 所以同理 找一下B項量 B項量是BC嘛 B項量 哪些是M項量 第一個是什麼 AO 再來 O珠 FB 再來一個F1 我們再來找C項量 C項量是A F 還有哪些呢 B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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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E C C 再來C 這些是指正的A項量 正的B項量 正的C項量 如果我要寫負的A項量呢 負的A項量是把A項量方向怎樣 相反 長度還是一樣吧 對 因為它長度還是A到B 所以剛剛相反的話就是來一個B OF A對不對 反方向 B的項量 還有誰呢 OF OF項量 C O 還有一個CO項量 還有一個 注意項量 你會發現它跟第一個正A剛好 把它的起點跟終點一樣相反而已 好 所以我來寫負B的話 然後就把B的部分重寫過 起點跟終點點到不然 隨時寫來CB 再來呢 OA再來 珠O再來 E F 還有呢 負的C項量 C項量在這裡 所以把那一個項量裡面的有向線端 起點跟終點點到 所以F會變成 FA BO變成 OB 再來 OE變成 EO 還有C就變成 四處C 所以我可以把正的項量 負的項量都寫出來了 然後題目要問的是哪些是正A哪些是負的 哪是C 你可以比較一下 然後問你從這六個邊 他問你正六邊一起 這邊有六個邊 這六個邊總共有幾個不同的項量 正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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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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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總共有幾個 六個 這樣可以不可以 了解是吧 慢慢補充一下 然後把旁邊的類型自己卸卸看